试试 试试 我们接下来就是之前留下来的部分 之前有讲到关于skeletal muscle 我们会讲到antagonistic muscle 一个是contract,一个是relax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biceps和tricep 我们来看一下biceps和tricep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里我们会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我们会straighten我们的arms 另外一个是bending我们的arms 所以如果你放直你的手 其实它会是这样 就是你的手后面的tricep 就是会contract 前面就是会relax 前面的biceps就是会relax 如果你把你的手bending的话 你的手bending的话 通常你就是会有一个小老鼠跑出来 所以这个小老鼠呢 我们是叫做bicep 所以你bending你的arm bicep就是会contract whereastricep whereastricep就是会relax 所以这里的话 那么多少你们都是要懂怎样去explain 所以记得就是我们 straighten arm bicep relax tricep contract 然后bending arm的话就是 the bullet 就是蹈反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你懂得它的图画 到底是在讲什么的话 其实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用自己的字来explain bending或者straightening你的arm 其实你都是会 你就是会有那一个不同不同的那个状况 你可能就是会bicep contract 或者是bicep relax等等之类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懂得怎样解释手的话 你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看脚到底是怎样 脚到底是怎样 所以这里的话 脚的话呢 其实它主要的就是会有四个不同的那个muscl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它的那个这些些的那个情况 所以起初 起初呢 你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当你的脚一举起的话呢 那个calf muscle就是会contract 所以calf muscle就是在你的脚的后面这里 下面后面这里咯 所以一contract的话 它就是会举起你的heel ok heel 然后呢 它就是会exert a forward thrust by pushing the balls of foot against the ground 所以呢 ball of foot是什么来的呢 所以ball of foot就是在你们这里咯 看到吗 看到吗 在你们这里咯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那这个它过后呢 就是会到hamstring muscle 所以hamstring muscle 其实就是在那一个 calf muscle的上面 calf muscle就是在我们脚后面这里下面的 然后呢 hamstring就是会在上面咯 所以呢 hamstring就是会contract 他就会把我们整只脚 举起来 对吧 举起来 对吧 所以呢 举起来了过后呢 举起来了过后呢 它就是会pull the female back and bend the knee leg rise 等等之类啦 好 然后过后呢 那个right foot loses contact with the ground body weight is supported by left leg咯 所以通常我们走路到时候呢 你的脚就是一边脚support 一边脚举起来 就是类似这样啦 就比方说你的右脚举起来 左脚就是会support咯 左脚举起来 右脚就是会support咯 等等之类啦 然后过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就是quadricep femoris 所以quadricep femoris 就是在hamstring的前面 对吧 所以这个femoris就是会contract咯 然后pull the femur forward 对吧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femur femur是在哪里呢 femur就是在你上面这里咯 OK 好 femur femur就是我们的那个 最大指 脚最大指的骨头啊 OK 所以呢 它举你的femur起来咯 所以femur一起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femur forward and extend leg啦 所以呢 过后呢 它就是when extension of leg is completed the foot regains contact with the ground with heel touching the ground OK 所以就是supported by bright leg啦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repeat 那一个consequence啊 OK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而已咯 OK吧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解释了 就是我们人类的脚的那个muscle 怎样操作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人类的脚的muscle呢 它其实就是 就像跟我们的手一样 就只是脚的muscle 我们会比较麻烦一点咯 所以通常呢 通常呢 SPM的话呢 它都是会摸读 就是叫你们explain 手的部分啊 而不是脚啦 因为手的话呢 它会比较容易一点 脚的话 会比较麻烦一点 你看看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它就是这样啊 OK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 那个skeletal muscle 这个部分啊 其实呢 我 before 我就是 就是 在 proceed 接下去的部分呢 我就是要讲解一下 skeletal muscle 它 就是 under也是一样 是一个muscle 只不过 在muscle的部分呢 好 在muscle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 三种 不一样的 那个category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 skeletal muscle 就是 repeat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smooth muscle 另外一个就是 cardiac muscle 所以通常 有时候 SPM它会出现 就是 类似 一个objective 然后它给我们 一个图画 要我们辨认哪一个 这个图画 是什么muscle来的 OK 然后只是呢 我其实是没有这样担心啦 因为毕竟它 是会比较容易认得 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skeletal muscle 跟cardiac muscle 的话呢 OK 它其实 会看起来 很comfusing 只不过 如果你认得两个 distinctive structure的话 OK 它会 你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喔 好 所以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 distinctive structure 要认得 第一呢 就是 skeletal muscle 你可以看到它的nucleus 就是会吐出来的 OK whereas cardiac muscle 它就是在里面 对吧 有时候图片呢 它会有一点 confusing 因为毕竟透出来的话呢 你的图片又不是animation 又不是3D 所以我们也很难认得咯 然后呢 你可能就是需要另外一个distinctive structur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skeletal muscle 它就是排很整齐的 OK 排得很整齐 就是一丝一丝一丝 比如说你去mcdonald 或者是kfc 吃了那个炸鸡的话 其实你撕了那个鸡胸肉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丝一丝一丝 就是很uniform那一种 OK 所以skeletal muscle就是这样咯 然后cardia muscle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间隔 它就是会有间隔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已经有这两个distinctive structure咯 一就是skeletal muscle的nucleus会吐出来的 二呢 就是cardia muscle 它就是会有什么呢 会有空间啊 OK 它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空间咯 所以就是让你们怎样认得啦 OK 所以呢 除了这个type of muscle过后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进入 怎样来看它的那个structure咯 所以呢 其实这个muscle呢 OK 它一开始它就是会有一个很多个bundles of muscle fibers OK 所以这个muscle fibers呢 它又再可以细分变成myofibrius OK 然后myofibrius呢 它又再可以细分变成actin跟myosin OK 所以这一些actin跟myosin呢 它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肌肉可以移动 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里面有这个actin跟myosin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extra来的啦 只不过你们可以就是从这个阶段 muscle fiber那边看起咯 只不过呢 muscle fiber上面的话 其实还有分为很多个部分 OK 比如讲这个muscle bundle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有讲过咯 就是你吃KFC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肌虫肉一丝一丝这样撕下来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muscle bundle OK 然后呢 当然muscle bundle呢 它里面就是会有fascicle OK 所以 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muscle fiber 然后myofibrius OK 所以呢 myofibrius里面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这些actin跟myosin 所以myosin就是最中间的 也是最长的那一条 所以myosin呢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别称 是叫做moto protein OK moto protein 所以我们的肌肉之所以可以contract 跟relax 是因为有这个myosin whereas actin呢 它是一个support OK 它就只是一个support 比如讲就是提供neutrients 进行cell division 等等之类啦 OK 当然它也有补助在那个muscle的contract 跟relax 只不过我们的muscle呢 majority就是会depends on 这个myosin 所以myosin它就是会被灌为 是一个moto protein 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当然 解释了我们人类所有的那个locomotion 跟这些support 当然 它就是会有一些些的疾病咯 也是会有这个存在啦 OK 当然我们就是课程里面呢 我们就是会有四个不同的疾病啦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muscle cramp OK 所以muscle cramp的话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 怎样讲呢 它的courses 其实就是自己找来 OK吧 自己找来 就是说你太剧烈的运动 OK 没有休息 一直持续不断的跑 其实跑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会experience 这一个muscle cramps OK 这个我只能讲是自己找来啦 好 然后这个就是muscle cramps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muscular dystrophy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之前我们form5 chapter4 inheritance那一边 我们就是会有学到就是sex link disease OK吗 就是sex link disease啊 你们就是要画那个schematic diagram啦 OK 所以这个sex link disease呢 我们那一个form5的chapter4里面 我们就是会came across 两个不一样的disease 一就是那一个hemophilia OK 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color blindness OK 可是呢 在这个chapter2里面 它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是叫做muscular dystrophy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sex link disease 就是在遗传那边 尤其是我们的x chromosome那边 毕竟男女呢 的区分就是男就是xy 女就是xx 所以这个就是会影响到疾病的问题 对吧 它就是会有这个疾病咯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样啦 就是在我们form5 chapter4 inheritance里面 所以这个如果它有involved到sex link的话 当然它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carrier咯 对吧 carrier咯 所以当然男生的话 他就是5050啦 either你就是healthy 或者是你就是中招了的 对吧 因为毕竟这个是sex link 它是在x那边 如果你男生拿到其中一个x 就是related这个疾病的话 它就是100%就是得到这个疾病了 只不过女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般一般咯 也可能就是一般一般咯 either它就是完全healthy 或者是carrier carrier它其实就是不会受symptom的 它就只是纯粹拿着这个病的基因罢了 或者是两个都是 或者是它就是完全就是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红色就是中招咯 所以女生呢 either就是这个蓝色完全健康 或者是carrier或者是两个都是红色 所以女生会比较幸福一点啦 就是会有大概33.33333%的基力中 这个疾病 男生的话就惨一点咯 就是5050咯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他就是会有一些些example啦 所以这个疾病呢 它的symptom就是类似这样咯 muscular dystrophy呢 它就是指的就是 progressive degeneration and weakness of the skeletal muscle 对吧 就是degenerate 就是你的muscle那边退化掉 好 所以这个就是muscular dystrophy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会进入osteoporosis啦 对吧 osteoporosis 所以osteoporosis呢 它就是majority 就是它的symptom就是类似于比如讲饼干 饼干 饼干是水的 所以呢我们的骨头就是类似像这个 不是它的硬度其实不像饼干啦 我就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例而已 所以呢它就是会more brittle咯 OK brittle就是易碎那一种咯 所以这个就是骨骼 骨质疏松症 OK 所以osteoporosis 所以prevention呢 它其实就是ineadequate intake of calcium, phosphorus and vitamin D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prevention 所以通常你吃好这三个的话 你就是会prevent得到osteoporosis这个东西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部分喔 所以呢 osteoporosis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normal person 跟一个就是中招的人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里面的间隔 就是那么的阔 OK 所以就是会导致那个骨头会易碎 就是因为是这样咯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那个symptom啊 然后呢 lastly就是arthritis 关节炎 所以arthritis的话呢 多数都是在于就是可能就是老 就是老了 OK 然后你的那个sinovia fluid 可能就是produce不是那么多 导致那个cartilage 它就是一直摩擦 摩擦到越来越薄 OK吧 摩擦到越来越薄 然后呢 有可能就是ligament shorten 或者是lose some of the elastic city咯 等等之类啦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那个关节炎 所以这个就是它一些些的症状咯 就是inflammation那边啦 因为sinovia fluid它不够嘛 所以sinovia fluid是一个类似好像lubrican这样嘛 所以它就是会导致这两块骨头一直不停的摩擦 就是因为是这样啊 OK 所以 这个就是arthritis 所以suffer from a painful and stiff knee which restrict daily activities and light walking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话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会进入那个mechanism of locomotion in animals animals啦 OK 我们就是会进入mechanism of locomotion in animals 所以animals的话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跟人类一样 所以animals它也是会有那个所谓的antagonistic muscle OK吧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会focus on四个不一样的动物咯 OK 所以哪四个呢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会看earthworms 它是一个hydrostatic skeleton OK 所以呢 这个earthworm的话呢 它其实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会有一个cellum OK 它就是会有一个cavity在里面的 OK 所以这个cellum呢 它就是会被两个antagonistic muscle包着 一个是circular muscle 另外一个就是longitudinal muscle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circular在哪里呢 circular就是圈圈的 然后longitudinal就是会 长长的 所以呢 earthworm呢 其实如果你有看它怎样移动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它就是一直蠕动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变大变小 变大变小变大变小 变大变小 一直推去全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怎样蠕动啊 所以这一个呢 circular跟longitudinal 它们是一个antagonistic嘛 所以你就是会aspect一个relax一个contract咯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呢 如果那个earthworm嘛 它如果是变thinner跟longer的话 OK thinner and longer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circular 它的circular muscle 就是会contract 就是会被压扁 然后呢 longitudinal muscle 就是会relax 所以它就是会变长咯 OK whereas 如果它是一个shorter跟thicker的话呢 所以shorter的话就是讲 它的那一个circular muscle relax 所以它就是变channel 它又变后啦 然后longitudinal muscle contract的话 它就是会变短 OK吗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啊 然后呢 刚才之前就是会有讲到就是 它的那个muscle 那个earthworm 它的muscle是contract rhythmic的嘛 OK 所以会有那个所谓的节奏性嘛 所以就是跟我们的肠胃蠕动差不多一样咯 它就是会有peristaltic wave OK begins at the front and move toward the ends of the body 好 然后当然它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 它都是 那个earthworm 它其实它有那一个bristle 就是有那种 刺刺刺尖尖的东西 OK 所以这些尖尖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类似于它的小小只的脚 OK 我们 它的那个bristle呢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是可以叫做ketae OK 所以这个earthworm hasketae reached anchor parts of the body to the ground so the other parts can be pulled towards it 所以它peristaltic wave呢 它不只是单靠 这个两个muscle来移动 然后它其实还是会依靠ketae 来抓着那个地 来走动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当然它就是会有这些解释咯 所以可能就是要 你们看一下那个课本来做比较的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 它就只是讲一个section而已 OK 就是这一个section 中间这里 一个section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longitudinal muscle in the posterior contract and shorten the circular muscle relax 所以它就变大块去咯 OK 所以就变大咯 因为它contract的话 它就变成thicker跟shortened OK 所以它就是会变大块咯 然后呢 当然 the ketae anchor the shorten segment in the posterior to the ground 所以它就是会抓着咯 然后呢 过后 circular muscle 会contract 然后longitudinal muscle relax 所以它就会变短回去 所以呢 它一直不同 一直不停的 一直重复 一直变后 变细 变后 变细那一种 所以呢 当然它的ketae还是一样 会anchor那个ground 所以它就是会把它整只昆虫 一直掳动咯 向前掳动那一种 好 所以这一个就是earthworm的parts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就是grasshopper的parts 所以那一个grasshopper的parts的话呢 它其实你们也不需要背到那么多啦 它其实就是像跟你的手一样这样咯 所以那一个grasshopper的parts的话呢 它其实它的antagonistic muscle 它是叫做flexor跟extensor 所以我们人类的bicep就是flexor来的 然后tricep就是extensor 所以你可以imagine那个grasshopper的脚 就像跟人类的arm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zack型的话 就是我们的arm bending咯 所以bending的话呢 意思是说它的flexor就是会contract extensor就是会relax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bending我们的arm的话 我们的bicep就是会contract tricep就是会relax 所以这个其实grasshopper 我们有一个hyphen 就是它可以等于像跟人类的arm一样 所以它straighten或者是bending的话 都是一模一样的解释 只是你需要用不一样的名词来解释咯 所以它们都是antagonistic 可是grasshopper那边的话 它不可能一直都是跳的嘛 它有时候它也是会走动的嘛 所以grasshopper的话呢 它走动其实就是像跟我们人类一样 只不过昆虫呢 它左边有三只脚 右边也是有三只脚的 所以它走路的话呢 它就是会zickzack 毕竟它就是要走路的话 它比如讲 右边三只脚同时一起走 然后过后呢 再来由左边三只脚一起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好像走路像一个catwalk 就是zickzack 那一种咯 所以它就是会三只脚一起走 然后另外三只脚又在一起走 所以这一个就是grasshopper 走路的时候是怎样咯 然后它跳的时候呢 你们就只需要用人类 streighten或者是bending 那个arm的原理 来解释就ok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grasshopper 所以这里的话我就不讲那么多 ad rest它的那个flexor contract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类似像跟我们的arm bending这样 然后jumping的话呢 它的就是像跟我们人类的arm的streightening这样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就ok了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jumping spider 所以jumping spider其实就是一个extra 所以jumping spider呢 它其实就是不像跟grasshopper 一些些点心的昆虫这样 它们的脚呢 其实是没有muscle的ok 它是用hydraulic pressure来帮助它跳跃 因为毕竟我们人类的话呢 它其实我们人类啊 其实跳跃的话 大概average会有1.5倍这样的高度啦 可是jumping spider的话呢 它可以shut到6倍以上 因为它的身体其实就是 它里面就是有这个hydraulic pressure 就是它利用它的血blood pressure 它可以自由control它的blood pressure 来让它跳得更加远那一种 ok 所以它的脚是完全没有muscle 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可以自由控制那个pressure 好 所以它们就是很precise那一种咯 对吗 好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grasshopper了过后 我们再来看fish的手啦 ok 所以呢fish的话呢 它也是差不多一样啦 只不过fish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要看里面跟外面哦 所以外面的话呢 当然它就是会有一些些 特征来让那个鱼 overcome它的那个water resistance ok 毕竟鱼呢 它就是在水里面移动 那个移动的嘛 所以呢它就是需要一些些的特征 来overcome那个water resistance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slick and streamline body shape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streamline呢 它就是大概像跟一个 类似好像 一个水地形的那个形状 ok 一个streamline 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overlapping scale ok 就是叠在一起的那个scale ok 叠在一起的那个scale啦 所以这一些它都是可以overcome resistance lastly的话呢 就是它的那个整只鱼 它其实就是会有那个slimy coating 就是说你摸那个鱼的时候 你会觉得黏黏 所以这些呢是因为它有这个slimy coating ok 所以呢 这个overlapping scale 其实如果就比方说你刷那个鱼鳞的话 其实你是要从尾巴那边刷起来 因为呢它的那个scale呢 如果我们要拔开它的scale的话 其实就是从尾巴那边开始的 ok 然后我们不能从前面那边刷 所以呢 它才会有这个overlapping scale 因为它就是 这样排是因为它为了要 减少那个water resistance ok 所以那个 刷鱼鳞啊 煮菜的时候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尾巴那边 刷起啦 就是因为是这样啊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Fish的一些些的parts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 Fish它的muscle 是叫做myotomes ok Fish的muscle 是叫做myotomes 所以这个呢 Fish它没有像跟其他动物这样 有两个名称 它就是简单的 叫做myotomes而已 所以如果你吃鱼肉的话 你会发现到那个鱼肉呢 它其实就是会有zig-zag-zig-zag 这样的形状 ok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自己去看一下啦 吃鱼的时候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咯 好 所以这些zig-zag-zig-zag的那个部分呢 就是myotomes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它的myotomes要怎样移动呢 所以比方说 如果它的尾巴要烧去右边的话 要烧去右边的话 所以它这里的side 右边的那个myotomes呢 就是会contract ok 所以呢 它就导致它变成这样的battle去咯 ok 就是说右边那边contract 所以右边缩小 所以尾巴才能烧去右边 ok 如果它的尾巴要烧去左边的话 当然左边就是要contract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烧去左边的话呢 左边的那一个myotomes就是会contract咯 变小去了 ok 所以这个图呢 其实 因为它很难画到 就是animation那一种 所以呢 这个的话可能会有一点confusing 只不过 你就这样想咯 就是 如果它要把尾巴烧去右边 右边的myotomes就是一定要contract 把尾巴烧去左边的话呢 左边的myotomes一定要contract啦 就是这样而已 ok 所以呢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呢 其实 那个鱼刺 它也是要overcome 它一些些的unstable的 因为毕竟鱼呢 它就是在水里面移动 然后呢 当然它有时候就是会unstable ok 所以呢 它就是需要到鱼刺咯 如果它没有鱼刺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这一个现象 就是会有yawing ok pitching 跟rolling 所以要overcome这三个problem呢 它其实就是需要到鱼刺 所以呢 我们就是会有 鱼呢 它就是会有这些dorsal fin ventral fin tail fin pactorial fin pelvic fin 等等之类 所以呢 比方说 dorsal跟ventral的话 dorsal就是背部 然后ventral就是腹部那一边 ok 所以这两个鱼刺呢 它就是会overcome yawing跟rolling的 whereas tail fin的话呢 就是会provide thrust 跟control direction 就是说它要弯左弯右 或者是 往前冲等等之类 好 然后 当然接下来的话 就是pitching的时候 ok pitching的话呢 就是 它会resisted by pelvic 跟petral fin so 所以它都是会 also act as brakes and rattles ok 所以它可以刹车 那一种 ok 它可以stop 所以它就是需要到 pelvic 跟pectral ok 然后呢 当然区域呢 它其实会比较sophisticated 一点啦 它就是还会有这个swing bladder 来帮助它maintain 那一个buyancy in water ok 这个swing bladder呢 它其实就是control 那个amount of gas 就像跟潜水艇一样咯 ok 所以呢 它要浮上来的话 它就是要吸气咯 ok 它就要吸气 然后它就可以浮上去咯 然后它要浮下来咯 它要沉进水里面的话呢 它就是会吐气咯 所以这个它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swing bladder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到鱼呢 它有很多个东西来帮助它 overcome这些问题咯 就是 就是它身体外面的特征 然后呢 又有myotomes 然后又有这些鱼翅 然后当然也有这些swing bladder 所以这些都是鱼 所以lastly 我们就进入那个bird射手 ok bird射手啊 所以这些鸟呢 它就是会有这个aerophoid wings 所以就是像跟那个飞机一样咯 ok aerophoid啦 ok 所以除了这个aerophoid wings以外呢 其实鸟它还有其他特征就是帮助它飞的 就比如讲它的骨头很轻 ok 然后里面的内脏也没有很多那种 所以呢 它就是要尽量减轻它的重量 来让它飞起来 所以呢 鸟的话呢 它也是一样就是会有两个不一样的antagonistic muscl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pactorialis major 另外一个就是minor 因为鸟呢 它要肥的话就是它的翅膀往上往下的嘛 就是upstroke跟downstroke嘛 就是拍上拍下那种嘛 所以呢 拍上的话它的那个major就是会relaxed 然后minor就是会contract咯 然后downstroke的话呢 拍下的话就是会倒反 major就是会contract 然后minor就是会relaxed 所以你们只需要记得这个部分就ok了啦 所以一直拍上拍下的话 它就是会有那个节奏性咯 所以它就是会产生出forward thrust 跟provide lift for flying 所以这个就是for birds的那个部分啊 所以你就是需要记得它的pactorialis major跟minor 拍上它怎样变化 拍下还有怎样变化啦 所以birds的话它也是一个蛮简单一些咯 所以呢里面比较复杂的就是蚯蚓跟鱼而已啦 ok所以呢 lastly的话就是要appreciating那个healthy mass 就是我们的skeletal system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只是强调以就是叫我们吃多一点那个calcium ok然后phosphorus跟vitamin D ok来就是prevent我们得到一些些skeletal related disease啦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坐姿要做好来咯 就是你坐椅子的时候就是要make sure你就是垂直那一种啦 就是我们都懂我们的那个脊椎骨啊就是 虽然不是很直都是呢 可是呢我们的坐姿呢跟我们的站的时候呢都是会影响到的 所以虽然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现到什么 可是老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啦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它只是要给我们一个awareness而已啦 ok 所以就是要make sure我们要顾好好来我们的坐姿跟站立的时候咯 就是不要驼背啊等等之类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啦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进入support implants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见啊 ok ok ください 出来 поним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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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